欢迎收看VC Wellness Stronger Together 期待创建共同梦想的创业视频 今天的主题呢是HO清养气疗与癌症 我是Vincent 今天是我常见的挫折系列的第三个主题 如何突破HO清养与癌症的consultation 重点到底我们需要focus在哪里 但是在开始之前呢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一个影片 就是缺氧型的癌症 先进行一个基本的了解 大家好 我是不平衡博士Balance 今天要用很短的四分钟时间 说明一下什么是缺氧型癌症 假如人人有饭吃 有工作 有家庭 有尊重 有公益 是愿意冒着沙土的危险 国民干出煩乱起义的事呢 假如不是贪污压大 无能散烂 思维罢工 一贫如洗 谁愿意加入恐怖组织 而是动乱冲突 家具变大呢 假如不是用围堵打压 暗地资金援助 武器提供 这些恐怖组织 如何能招兵买马 扩大地盘呢 我们身上的恐怖组织 癌症 也正遭遇同样的情况 当身体的抹处因故处于慢性缺氧的状态时 就会形成类似不完全燃烧的缺氧代谢途径来生产能量 而产生大量类似剧毒浓烟般的自由基漫不到细胞里外 这将直接造成旁边的DNA不断的遭受破坏 但却由于缺氧 是使能量不足而降低了DNA的修补动作 因而使基因发生突变 形成所谓的癌基因 由于能量匮乏 细胞核只透过一套叫做HDA7的机制 将DNA卷缩起来而进入半歇液状态 以节约能源 但是这却让癌症基因逃过重重的检查及控制关卡 因而活化并启动了非计划性的细胞复制 而新生所谓的癌症 它们初期只能依赖周遭被淘汰的细胞回收资源存活 但由于食物及发展的空间限制 因此99.99999%都在复制发展了几千个之后 便都停滞甚至死亡萎缩 只不过当正常的细胞因为慢性缺氧而大量凋围之际 这些癌干细胞也因此获得滋氧而继续存活扩大地盘 同时也由于这个区域的细胞长期缺氧 因而大量释出一种血管新生素的因子到周遭求救 明镜的血管接到这些讯息的刺激之后 伊布隆子里将分支生长出新的血管 顺着这些因子的发源处延伸过去 提供血氧救济 使这些原本停滞的癌细胞群获得大量的资源补助 不受控制的细胞负质于是有了动能 此次癌细胞并没有任何杀胞物的武器 可以侵占健康细胞的地盘 以及突破地方景地的胞物负 只能利用细胞越缺氧越想摆脱束缚的洪荒之力 这种只能在缺氧时才分泌 有着剪刀功能的消化酶NMP 除了剪碎健康区域内 连接细胞之间的纤维蛋白 以延伸及静静健康的空间 以过大地盘之外 更可以突破包围在癌细胞群外 重重的围墙聚满 当然 能从初重围的癌细胞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一旦钻进宁静的新生血管之后 癌的恐怖主义 当然会顺着血流 到身上各处落脚 有朝一日 当原有的母基地 被侵入 轰炸 捕杀之际 也就是那些落脚处 发生严重缺氧的最佳培育期 当然 接下来也是癌子癌孙 起兵反攻的时候了 像这类因为细胞慢性缺氧 所形成的癌症 我定义他做缺氧型癌症 更多的详细内容及解决办法请强 陈志明博士 新作 肾炸 显微镜文化 事业出版 众所周知呢 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里面 无时无刻都存在着癌细胞 那么为什么很多人都没有癌症呢 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 在正常的运作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的T细胞和PD-1细胞呢 会有效的去移除我们身体 出现的这个癌细胞 但是当一个人如果今天他被说 确诊患上癌症的话呢 从我们的知识里面 从刚才那个影片里面呢 我们就知道说 我们身体里面是有缺氧的现象 那么有老旧坏死的细胞 同时呢 我们的免疫系统啊 在一段时间里面处于下风 并没有办法很有效率的 把我们身体的癌细胞清除掉 那么在这三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身体呢就很容易 产生癌细胞 那么进一步的变成癌症 在我进入正式讲这个 Hersho清养治疗之前呢 我想跟大家介绍这位 侧木存儿博士 他是日本熊本县的 育民私立医疗中心的院长 那么他的专业是什么呢 他是个肿瘤科医生 那么他是研究说 如何配合这个传统的医疗上 癌疗的治疗方法 配合这个Hersho的清养治疗呢 来改善病人的 复原复原的机会 也改善他们的这个生活品质 因为我们知道的 所有的这个癌疗啊 都是有很多副作用嘛 所以他的研究呢 已经刊登在日本的这个 癌症和这个化疗的医疗杂志里面 也刊登在欧美国家的 肿瘤科杂志里面 那么当然还有许多不同的文献呢 还有research paper呢 都证明说啊 Hersho清养治疗的疗效 那么他本身呢 也写了一本书啊 这本书就是他所有的临床经验的心得 就是这个啊 亲戚免疫疗法 癌症消失了这本书 那么刚才我介绍这个车目主任教授啊 重点是在哪里呢 因为他在研究这一个清养如何帮助癌症病的时候呢 所用的这个清养啊 模特啊 就是我们代理的Hersho 那么呃 所以他和他并不是啊 一般上市场所看到的清养治疗 那么重点是在哪里呢 因为我们有个黄金比例啊 就是73%的氢气 27%的氧气呢 这个是我们这一款式的 这个专利的技术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有很多啊 国外的这个专业的认证 那么证明说这个品牌啊 这这清养治疗机呢 是非常的安全有效 完全对人体不会造成任何的伤害 当一个癌症病人确诊 有患上癌症的时候呢 那么医生啊 就会判断说 该用哪一种方法来治疗 那么如果你的癌细胞呢 是属于失控生长型的话呢 啊 医生就选择用化疗和放疗 那么基因突变呢 就有这个啊 把上疗法免疫啊 免疫逃逸呢 就有这个免疫疗法 不管啊 癌有我需要哪一种癌疗呢 其实医生都知道说 他伴随着啊 各种不同的副作用 那么一般上我们最常遇到呢 就是一个人有贫血啦 没有胃口 没有食欲啦 他可能有这个啊 肿脏啊 水肿 那么疲劳 那么脱发疼痛 等等各方面的问题 所以呢 这里呢 就是一个啊 让你了解说 其实啊 所有各种的癌疗呢 他都 就算是在先进的癌疗呢 他都伴随着一定程度的副作用 当癌症病人患上癌症的时候呢 啊 我们的确是需要用现在的医学来处理 啊 从手术的切熟 电疗 化疗等等的啊 各种不同的疗程 但是呢 由于他伴随着各种的副作用啊 所以呢 医生都非常清楚说啊 其实啊 这个病人啊 是需要啊 非常的辛苦 经过这一个癌疗 所以赤木存儿这个博士他的研究呢 其实就是想说 如果加入这个清氧气疗的话呢 他要达到三个目标 第一个呢 就是舒缓各种癌疗的副作用 各谁所提的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 那么因为太多的副作用啊 这个癌症病人啊 的生活数字就没有了 所以他想要改善他们的生活数字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其实就是他们照顾癌症病人的这个家人呢 啊 其实是非常压力和辛苦的 因为呢 看着病人的体质越来越差 越来越多副作用 那么又做不了什么的时候呢 其实啊 是啊 看过他家人呢 也是非常的压力 那么尤其是精神上的压力 那么在了解了清氧气疗的目标呢 其实就是啊 帮助癌症病人减少副作用 那么改善他们的生活数字 也改善照顾他人啊 他家里人的这个压力哈 那么呃 现在呢 我们就先讲讲说啊 我们生病的源头啊 其实啊 我们的生病啊 很多时候啊 都是由自由基开始 那么长期身体里有过量的自由基呢 会引发身体里面的发炎 那么自由基是怎么样子来的呢 其实我们都一般上很熟悉啊 如果我们啊 生活很疲劳 生活很压力啊 生活习惯非常的不健康 那么啊 啊我们现代人呢又经常生活在充满电磁辐射的环境里面了 尤其是hand phone的 wifi啊 手机这些东西 那么同时呢 有些人呢 已经有一段时间长期依赖一些药物 可能不是很严重的药啊 可能只是说啊 panadol啊 止痛药啊啊 这些药物呢 其实他都会有副作用 那么这些副作用呢 就是产生这个自由基 那么身体有自由基的时候呢 也就是说身体有面对缺氧的现象 从刚才那个缺氧性癌症的video里面呢 我们就知道说啊 当我们身体长期慢性缺氧的时候呢 我们身体的啊 负责生产能量的细胞呢 因为得不到氧气来啊 产来产生能量嘛 那么他就会在一个缺氧的情况之下生产能量 那么虽然能量是生产出来给我们体力的 同时伴随着的是也产生自由基 那么也就是说他没有非常有效率的convert这一个能量 那么进而引发进一步的发炎 当我们身体长期慢性缺氧的话呢 那么产生自由基嘛 那么细胞呢就会开始变坏 那么过程中就是产生很多自由基发炎 那么因为过量的自由基呢 也会让我们的细胞的菌突变呢 而演变成为一个矮细胞 所以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说啊 用这个H2的氢氧气疗呢 我们的这个这个黄金比例啊 27%的氧气呢 就能够非常有效率的改善身体慢性缺氧的问题 那么我们73%的氢气呢 就能够有效的灭烟 还有消除我们身体的自由基 只要把氧气 身体足够的氧气 要把身体过多的自由基和发炎处理好的话呢 其实啊就是斩断了所有啊 大部分疾病的源头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身体就能够保持健康 所以刚才的那一个information呢 就是告诉我们清楚 告诉我们 其实啊我们想要健康的话呢 而不是等到生病过后 才开始用这个氢氧气疗 健康的人用氢氧气疗的话呢 其实啊就是非常有效的保健 但是当我们不小心啊 啊不幸的真的成为了一个癌症病人的时候呢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探讨说 HO氢氧气疗如何帮助你改善啊 你的癌症的状况 甚至有机会复原或者是各方面的东西 那么有四个主题啊 第一个呢就是说 当你是刚确诊 那么医生正在为你准备啊 安排你的切除手术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 啊你要准备开始你的化疗和电疗 准备要开始 那么第三个情形就是 你已经现在在做着 啊各种类型的癌疗 那么你面对许多的副作用 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属于末期癌症了 所以我会跟大家足以的分享 在不同的阶段 那么HO氢氧气疗呢 能够如何的帮助到你 OK当一个人被确诊 他是癌症病人的时候呢 其实啊 从他的验血报告里面呢 其实医生就是看你的这个癌指数 那么讲百一点的癌指数呢 其实就是属于一种发炎指数呢 超数正常的水平许多倍 那么你就有可能演变成为一个癌 变成一个癌 癌细胞变一个癌组织 变成癌症病人 那么这个时候呢 那你的我们的身体啊 如果会有大量的这个癌指数飙高 这发炎指数很高的话呢 也就是告诉你说啊 这个时候啊 你身体是已经有一段的时间呢 啊 有大量的自由基 也有面对缺氧的现象 所以这个时候啊 我们的重点是focus在哪里呢 你是需要去用HO啊 一天15到18个小时啊 去创造或者是改善你身体的体内环境呢 不适合癌细胞成长 也就是说 你要解决你的缺氧问题 你要清理的自由基 那么把你的这个癌指数的发炎指数呢 快速的降低下来 那在做手术之前呢 就把身体的这个体内的环境啊 做个安排和处理改善的话呢 那么你在做手术的时候呢 你就有以下的这几个好处啊 第一个呢 因为我们了解说啊 癌体质呢 其实是非常呈呈偏酸性 那么算非常酸性的体质 那么身体有大量自由基 各方面东西发炎 那么变成说啊 很多医生都知道说啊 在手术之前呢 他们就准备好血液呢 要帮你输血 因为在手术的时候啊 你会流失大量的血液 因为你这个啊 身体过酸的现象 那么 如果你在手术前一两个星期 就又就开始用这个 清氧气疗的话呢 那么我们的经验 病人回来告诉我们说啊 他们很多时候啊 手术的过程中呢 医生非常容易的止血 那么减少 还有流失大量的血液 那么为什么很重要呢 其实我们身体手术过后的复原啊 全靠血液啊 因为血液需要把营养啊 氧气啊啊 带到去啊 我们的伤口的地方帮助它复原 所以如果你在手术过程中 需要会流失很多血液的话呢 无形中就会影响你的复原速度 所以很多时候呢 你发觉啊 如果你有一些见过一些啊 人做任何手术过年是很苍白 流失很多血液的话呢 他的复原速度呢 都是没有这么理想的 反而那些啊 流失血比较少的人呢 那么他的复原速度呢 就会比许多人理想 那么呢 这个就是啊 用手术前用HOO的好处了 啊 改善你的思学啊 在手术过程中的思学 同时加速你伤口的复原 那么第二个情况啊 就是还没有开始我们的化疗 或者是电疗 那么这个时候呢 往往呢 是完成了切除啊 需要切除的手术哈 那么这个时候呢 呃 你用HOO氢氧氧气疗啊 会其中他就是刚才所说的嘛 帮过帮助你的伤口快速复原 那么我是 今天看过一些病人呢 他是面对什么问题呢 他手术切除了过后 医生是需要帮他做啊 电疗化疗 但是呢 因为他的伤口复原速度 非常的不理想 非常的慢呢 而一直耽搁着 那么其实这个对癌有呢 未必是件好事情哈 所以呢 变成说他能够手术快速复原的话呢 那么他能够啊 提 尽早的去开始处理 那么当然 我们啊 这个啊 过程中呢 你也是啊 帮助这个病人啊 做准备啊 做什么准备呢 说 一要给他身体足够的氧气 他身体里面 肯定还有许多的发烟了 需要清理 也清理里面过多的自由剂 啊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持续的 不断去处理这个啊 补养啊 啊 灭烟啊 那清理自由剂工作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啊 当这个病人开始 化疗或者电疗的时候呢 那么其实他身体啊 就是有大量的这个药物啊 那么药物啊 癌疗的这个药物呢 啊 都是毒素哈 那么他会 让你身体产生更多的自由剂 那么你做电疗的过程当中 这种电子辐射的东西啊 也是会产生自由剂哦 所以你会发觉说啊 其实在整个癌疗 化疗的过程中呢 我们的确啊 是去消灭啊 我们身体里面的癌细胞 但是同时呢 也让体内产生更多的自由剂 那么更多的自由剂就 更有可能更多的癌细胞的病变了 所以呢 其实就是有个像一种滚雪球的恶性循环 所以变成说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责任啊 这个黑瘦氢氧气的责任呢 就是帮助你啊 处理好你所有的这个 因为癌疗会产生的这个自由剂和发炎的问题 那么在进行化疗和电疗之前呢 就开始用黑瘦氧的话呢 你会看到五个好处啊 第一个呢 就是你把将来所会面对的副作用的可能性呢 降到最低 那么也让我们的癌疗能够稳定 怎么只说呢 比如说一个化疗病人呢 他可能需要做一个十次的化疗 他可能第一第二次没事情 到第三第四第五次呢 副作用就来了 有些癌友呢 可能做到第三第四第五次呢 因为把红雪球降的太少啊 而卑鄙要中断这一个化疗 那么对病人来讲说不是好事情啊 你身体是非常的虚弱 那么你的癌细胞又没有处理好 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化疗和电疗之前 就开始用把身体准备好的话呢 那么你会发觉啊 第一个呢 你基本上有机会完成你所有的癌疗 那么不会半途中断 那么过程中呢 你遗传人无意啊 如果你不出声不讲的话呢 人家看不出你是在做这癌疗的人 你的样子平时没有什么玩啊 没有什么差别 那么你的癌疗呢 也能够顺利完成 不会因为过太过强烈的副作用呢 而卑鄙中断 刚才我们已经说完了两个point 就是第一个做手术之前 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准备化疗和电疗之前 你会说如何帮助到你 那么现在我们倒回去看看刚才那个影片的一些资料 那么从影片里面我们知道呢 我们身体里面的健康细胞呢 还有癌细胞还有死细胞 有三种不同的细胞吗 那么很多时候啊 这个癌细胞啊 他是没有去破坏健康细胞的能力 那么他只能够靠回收他周身周围的一些死细胞呢 让他扩大 所以癌细胞呢 他的生存方法呢 就是回收一些老旧的坏死的细胞 那么让他来扩大他的这个细胞的塑料 那么一个比较健康的人呢 我们身体的死细胞当然不会这么多了 所以很多时候啊 我们的这个癌细胞啊回收了周围的这些死细胞过后呢 他扩大到一个速度过后呢 那么我们科学上知道啊 99.99999%的这些癌细胞呢 都会都会消失掉的 一个是他们啊 没有营养他们自己枯萎 或者是呢 我们的免疫系统啊 这个pd1细胞啊 在我们身体游走的时候 发觉这个癌细胞的时候 他就去识别他标签上 告诉我们的t细胞 这里有一个癌细胞 那么我们的t细胞呢 就会来消灭这个癌细胞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癌细胞啊 是不会长得很大 那么同啊 因为身体健康嘛 没有什么这个死细胞 那么我们的免疫系统呢 也会有效率的把它清除掉 那么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当我们身体有一些啊 少量的癌细胞存活着 那么但是同时呢 你的身体的啊体质啊 或者你的生活习惯啊 导致你的身体出现常情慢性缺氧 那么当你有缺氧的时候呢 当然我们的细胞就会因为缺氧而死亡嘛 所以呢 你周围啊就有很多大量的死细胞的时候呢 我们的癌细胞原本是一点点的 它就有因为有很多的资源给它回收 那么它就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啊一直啊扩散 那么一直长大 那么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身体有大量的啊这个死亡的细胞 那么什么情况之下我们的健康细胞呢 会大量死亡的这是我们需要去探讨的一个topic哦 当然第一个就是刚才讲的长情慢性缺氧啊 所以变成我们定期的运动啊 或者是你不运动的人 你可能做啊气功啊 残作啊 或者是用这个HCO氢氧气疗的话呢 都能够改善我们身体啊慢性缺氧的问题 所以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做化疗放疗的时候呢 那么它都会啊 我们都知道嘛 这些癌症疗法呢 它的确能够去消灭我们的癌细胞 但是同时也把我们健康的细胞大量的破坏 所以虽然你消灭了一个癌细胞 但是你就同时啊 让你身体有许多大量的死亡细胞 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会经常听到一些 癌友跟你讲说 他做完了他的这个癌疗过后呢 啊 医生讲他OK了 那个癌死数也下降了 可是他可以在数周或者是数月里面呢 突然间呢 他的癌症复发 或者是快速扩散到几个不同的器官了 其实就是因为你在做电疗和化疗的时候呢 啊 对你健康的细胞做出大量的破坏 那么这样子呢 你就无形中啊 提供许多的新的这个死细胞呢 让你的癌细胞重新再复发过 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多人啊 不了解为什么有些人呢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呢 他的癌症会很激烈的复发 同时呢啊 扩散的非常的啊 速度非常的快 这就是因为 因为我们身体大量的细胞死亡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讲第三个topic了 就是你在做啊 做这化疗或者是电疗 你面对着癌疗的副作用 那么很很很自然的 就是你在做癌疗 就是很多啊 自由剂嘛 你身体大量发症有这个副作用嘛 所以你还是需要 HCO的清氧气量呢 能够帮助你去清理这些问题 那么我们的经验是告诉我说啊 72个小时里面呢 啊累计72个小时里面呢 你就会看到明显的这个啊 副作用的舒缓 那么啊 所以变成说我们是鼓励你用15到18个小时 每天呢 你在大概三到五天里面呢 就可以看到明显的这个副作用的舒缓了 那么过程中呢 我就会跟啊 跟朋友啊有讲啊 你一定要加入这个licepart软瓶子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就是你身体的细胞大量受破坏嘛 所以你需要这个licepart的软瓶子的营养哦 那是我们细胞脉主要成分哦 他做什么呢 他能够帮助我们长健康的新细胞 这个时候你需要长健康的新细胞 你的还活着还好的细胞哦 需要营养来滋养他需要保护 那么他也能够帮助你身体存养 因为就是长期缺氧的人才会有这个癌症的风险嘛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禁血 因为啊 所以这个尤其是这个癌疗啊 不是这个坏疗啊 化疗啊 他的那个药物啊是非常毒的 所以是都是这种毒素 所以呢 licepart也能够把你这个毒素清理干净 所以无形中啊 一个癌症病友加入这个licepart的话呢 那么将会快速的改善 他所有癌疗的副作用 也同时避免他身体啊 有更多的这个死亡细胞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他的身体啊就 复原了机会的比 啊 机会率啊 就会大大的提高 那么到最后呢 就是要讲这个默契癌症了 那么呃 有些时候呢 我一些啊 朋友介绍给我的时候呢 都是一些默契癌症病人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病人呢 就是面对出了大量的副作用呢 另外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很痛了 那么这个时候啊 一般的止痛药是没有效果的 医生为友能够给的是毛菲 那么往往呢 有些家人不想用毛菲 或者是毛菲呢 也是有个药效的时间了 那么过了数个小时过后啊 那么那个疼啊 那个无止境的疼痛 也带回来啊 所以很多时候啊 我会啊 我遇到一些家庭 他们跟你说啊 他的妈妈是啊 痛父母亲的痛到翻白眼啊 那么他们会讲说啊 你让我死了 我不想活了 这些东西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病人 我是鼓励他24小时 吸着这个黑手清氧气疗的 那么他愿意 家人愿意给他这样子做的话呢 他基本上是少痛 甚至无痛哦 那么过程中呢 他呃 当然还是有点辛苦 但是他不会受折磨般的辛苦 那么让这个病人呢 也比较有尊严 虽然往往呢 我啊 处理了很多这种个案的话呢 那么我过后去跟他的孩子啊 家人了解呢 他们都告诉我说 基本上啊 他们的家里的癌症病人啊 都最后啊 都能够很平静 很安详的往生了啊 而不是受尽折磨 受尽无限的疼痛而往生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啊 在对第四期末期癌症病人呢 我们黑手清氧气疗所能够做的 就是给病人啊啊 没有痛啊 不要受折磨 有尊严的安详的去往生 那么最后呢 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 那么侧木存儿博士啊 他本身就是一个肿瘤科医生 他也用着各种不同的啊 癌疗帮助病人 但是呢 他就加入了这一个HESO的清氧做研究 那么证明呢 他可以有效的舒缓各种癌疗的副作用 那么改善癌症病人的生活品质啊 不要让他受这么多折磨 那么也帮助啊 他家人啊的啊 生活素质的改善啊 因为其实照顾他癌友的家人呢 也是非常刺利的 所以呢啊 那么这个呢 就不是我们空口说白话 那么这个啊 侧木存儿教授呢 就写了这本书 那么把他所有临床经验所看到 所观察到的都放在这本书里面 所以呢啊 所以其实啊 HESO清氧气量啊 对癌症病人来讲说啊 是一个非常好 非常有效的产品 来帮助他们啊 去共同面对这个癌疗过程中 所面对的种种的问题和挑战 好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此 谢谢大家 使用NATURU非药物疗法呢 是可以达到一个排毒抗发炎 弊病的一个效果 最高效率的排毒抗发炎的方法 就是使用HESO HESO呢 是可以帮助我们排掉坏的自由基 排酸毒达到一个灭炎弊病的最佳效果 第二项就是HTT HTT呢 是有效的排寒氏毒 疏通我们的经络 达到一个局部性的止痛 第三 The 1 to 1 diet The 1 to 1 diet的step 1跟step 2呢 是有效的启动一个自觉系统 它帮助我们的身体呢 排掉一个老旧细胞 让我们的老旧毒肺物呢 顺利的排出体外 而且补充齐全的营养 第四就是用LiSpark LiSpark呢 最有效是排血液的垃圾 补充我们的神经细胞 而且维持五脏六腑的健康 那记得要长期保持健康的过程中 一定要常使用这四个方法 就可以达到我们的 Netrofi药物疗法的排毒 抗发炎和必病的效果 感谢观看